我们见到了404号避难所的人 一片纯白色的房间中央 霍恩的脸上写满了前程 哦 如从冥冥之中飘来 温和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他们 是什么样的人 霍恩恭敬帝回答道 是一群 很特别的人 我的经验无法帮助我做出更具体的判断 他们提出了邀请 我想派几个人去他们那里看看 这个想法很好 你们需要和其他的幸存者保持交流 人选决定了吗 那声音中带着一丝赞许 苍老的脸旁不由露出了一丝欢心 霍恩语气恭敬帝继续说道 还没有 不过我们打算选一名学生 两名工程师过去 那冥冥之中响起的声音似乎是陷入了沉思 大概过了有两三分钟那么久 他继续说道 让帕医去吧 对于导师的这句话 霍恩感到了一丝意外 但并没有说什么 愿听从您的教诲 老人恭敬帝说着 停顿了片刻后 继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新联盟的首都与我们相距一百多公里 出于安全考虑 我想申请一名保镖 批准 明日六时开门 那冥冥之中的声音 很爽快地做出了答复 霍恩微微喊手 感谢 不必客气 去好好的准备一下吧 那声音继续说道 我也得为我们的邻居 挑选一件合适的礼物 通讯结束了 待那声音离去之后 霍恩缓缓抬起双手 食指在太阳穴附近摸索了一阵 摘下了戴在头上的 VR眼镜 纯白色的光芒从周围退去 此刻 他正站在营地的管理中心 避难所的大门不会轻易开启 一般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商量 他都是像这样坐在办公室里 用VR设备与管理者沟通 沉吟了片刻 霍恩伸手在桌面的触控屏上 按了一下 看着通讯接通的图标 他缓缓开口道 让艾文来一趟管理中心 我有要事和他商量 废土OL 官网 历刃出撬资料片的结算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这场仗打了两个月 几乎所有玩家都收获颇风 攒了一大波积分就等着花了 结算还没开始 官网上就已经有不少人晒出了截图 炫耀自己的积分余额 冰鱼火子哥 卧槽 十万分 我和你拼啦 开东西了吧 落雨 羡慕不 用命换的 得意 十万分还不是最夸张的 某只肥老鼠甚至拿下了十二万分 最亮眼的大概是燃烧兵团 平均分都将近八万了 而即便是没什么存在感的白银兵团 这类三线兵团 平均分数也都在三万以上 只能说冰团系统不愧是版本之爹 个人玩家想要拿到高分 只能像抢人所难那样另辟蹊径 但冰团系统 基本上只要团里有大哥带 剩下的人只要不是躺得太过分 不听指挥被踢出团 收益基本上不会差 积分虽然不能换成银币 但有积分的任务一般都会奖励银币或者贡献 可见他们发了多少战争财 少扯独自 这次平均积分稿不好能到两万 WC真有文字 自信一点 我看至少四万 得意 峡谷在逃眼鼠 突然有点慌 马卡八子 慌啥 分多还不好吗 峡谷在逃眼鼠 不是 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 分多了意味着抽奖的人多 按照这游戏抽奖系统的设计 固定的不是暴率 而是奖励池中的奖品 稍扯独自 停停停 能不能说人话 峡谷在逃眼鼠 说人话就是 奖励池可能会被稀释 工地少年雨砖 卧槽 负债大眼 不至于这么狗吧 方长 你惊讶的样子 仿佛是第一天玩这游戏 邪眼笑 就在玩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阿光的ID忽然从论坛上冒了出来 看到狗策划的ID 不止玩家们提起了精神 云玩家们 各国各企业的探子们 还有沙雕网友们也都纷纷坐直的身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最最亲爱的策划阿光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全体开发人员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为了庆祝节日 也为了让我们的程序员不再焦虑 我们的工程师设计了一款自动卫箱交机 但遗憾的是公司的5号电池缺货了 这里没有超市 我们只能自己解决问题 好在我们的工程师足够靠谱 不但成功做出了电池 还顺带着解决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提示 那是一层膜 大家一致决定 不用他赚点钱买零食太可惜了 于是我们决定将他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就这样 拍卖会三天之后开始 起拍价100万银币 言归正传 随着6月到来 废土OL 封策伏即将进入炎热的夏季 降雨会更加频繁 城区和森林将更加危险 爬行 节之动物将迎来强势期 应该还没有玩家探索到南半球 所以这句话没毛病 另外 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资料片圆满结束 我们获得了宝贵的实验数据 也多亏了这些数据 我们离公厕又前进了一大步 老板说我们赢麻了 我相信不只是我们 诸位也是一样 看到账户里的那一串铃是不是很激动 是不是很开心 哈哈 我和你们一样开心 为了回馈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准备了丰厚的奖品 从现在开始 积分抽奖 成就兑换活动正式开启 狂欢吧 让我们庆祝这场胜利 帖子发出来的同一时间 官网解锁了抽奖系统 论坛上瞬间一片狂欢 100积分抽一次 一万积分就是100连抽 虽然这游戏很抠门的 没有100连抽送20抽的设定 但大家平均都攒了4万分 一次抽完也够爽的了 就在玩家们忙着呱奖 云玩家们欢乐吃瓜的时候 各国的情报系统也没闲着 亏评的亏评 开会的开会 此刻正是一片手忙脚乱 两个多月没有发过一篇帖子的阿光 重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对于忙活了数个月 仍没有一点进展的他们而言 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情了 5号电池缺货 一个掌握着成熟量子计算机技术的组织 会缺5号电池 这不扯淡呢 这里面应该藏着什么隐藏的线索 那个阿光在暗示我们什么 锁定方圆5公里没有超市的所有区域 是全球范围吗 那也太多了 某地方 听着同事们的议论声 国字脸的男人叹了口气 合上了手中的笔记本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人本来就在扯淡 会议室里的众人愣了下 穿着警察制服的男人率先回过神来 食指在桌子上敲了下 不排除这种可能 没有足够的证据 任何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种种迹象表明 那个存在被抹去的男人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地外文明绑架这件事情 或者意识到了 但不在意 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份新工作 这时候 坐在桌前的老人忽然开口道 你们说那个魔会是什么 果子脸的男人 微微愣了一下 我 老人点了下头 他们不是说自己解决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吗 说着 他看向屋子里的其他人 继续问道 我们这儿有搞电池的专家吗 众人相识一眼 摇了摇头 穿着绿色衬衫的男人皱眉说道 电池 我们单位的电池都是从合作单位那儿采购 我倒是不太了解这部分 就在这时 化工那边来的顾问忽然开口道 他说的会不会是sell模 果子脸的男人立刻问道 那是什么 那顾问开口道 倒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简单来说 就是固体电解质箱界面 相当于一层覆盖在电极材料表面的钝化层 厚度大概在100纳米左右 以锂电池为例 好的塞膜能够阻止溶剂分子供嵌入 让锂离子顺利通过并嵌入 从而抑制锂之精的形成 坐在会议桌旁边的老人一脸茫然道 锂 什么 他有点没听清 似乎料到会有这反应 那顾问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简单来说 就是锂电池面临的一个技术难点 锂离子还原时会形成的 数差状的金属锂 在冲放电过程中会不断消耗电解液 并导致金属锂的不可逆沉积 从而形成死锂 降低库伦效率 甚至可能引发正负极相接的安全隐患 80年代的茂利公司便是因此破产 最后被当时的电气巨头NEC收购 然而至今仍未能克服金属锂负极电池的技术难点 目前产业界主流方法是用碳基材料做电极 牺牲电池容量保障安全性 虽说说里负极材料的能量密度诱人 但谁也不想在身上揣个炸弹 或者屁股底下做个火箭 老人还在琢磨着 国字脸男人大概听懂了 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把那个什么磨的问题解决了 就能提升电池的能量密度 顾问的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你就这么理解好了 不过我还是地强调一下 理知经只是研究锂电池问题中的一个技术难点 而人工塞膜也只是目前学界 对于理知经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中的一种 至于有没有用 怎么用 这些都是存在争议的 目前主流的研究方向 一个是造房子 一个是造墙 也许都对 也许都不对 坐在一旁的同事好奇地问道 都不对是什么意思 顾问严简一概地回答 意思就是 不是所有问题都一定能找到标答 老人忽然开口道 这个磨 大概能把电池能量密度提升到多少 顾问喝了口茶水 润了下嗓子继续说道 看和什么电池比较了 按照我们发布的白皮书 对动力电池的发展规划 2025年的目标是达到400 WHKG 2030年的目标是500 WHKG 我不太懂电池 但这个数据应该是参考过学界 产业界专家意见 如果能把锂电池的石墨腹集换成纯锂 理论上能量密度应该会高一个数量级 一个数量级 穿着警察制服的男人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不只是他 会议室内的众人 脸上都露出了诧异的表情 只是听数字没什么感觉 但一旦有了比较的参照物 他们立刻明白了这项技术的价值 顾问继续说道 差不多一两千的样子 算是高一个数量级了 至于具体多少 你们还是去产业界找个内行问问比较靠谱 穿着绿色衬衫的男人忽然站了起来 我和单位打个电话 坐在会议桌旁的老人点了下头 表情严肃道 去吧 同一时间 与此类似的一幕 也在现实世界的全球各地上演着 这不到一千字的 开发者日志 被各大组织的情报机构反反复复研究了不下一千遍 就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最后绝大多数情报机构都得出了同一个猜测 这或许是地外文明释放出的启蒙信号 众所周知 现代科技的三大支柱 其中一个就是能源 如果这个神秘的网站 真的拿出了远超当前时代的技术 毫无疑问能为第三类接触的猜想提供有力的证据 毕竟任何技术都离不开科研体系的支撑 不可能凭空冒出来 就在玩家的忙着刮奖的时候 银币技术平台已经悄悄地热闹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三天之后 废土OL的官网打算拍卖什么 但提前做准备总没错 外汇这种东西 总不能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再去想办法 平台上每天的交易量就那么多 这都不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的问题 而是池子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银币可以买 玩家需要银币更新装备 需要吃饭睡觉甚至是洗澡 是的 根据他们在官网上窥评收集到的情报 这破游戏连洗澡都要花钱 谢特 这群幸运儿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一串数字 抱着双臂的faker 忍不住羡慕地骂了一句 就在半小时前 他们项目组到涨了一批经费 虽然这笔钱并不是放在他们的兜里 但在合理的范围内改善 依下他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还是没问题 这些钱一部分来自官方机构的拨款 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与官方机构立场一致的巨头 毕竟官方本身并不生产任何东西 拿到了技术也没有用 最终还是要交给企业或者个人 让他们去注册专利 去扩大生产 去形成垄断 去抢别人的蛋糕 这也是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 他们最好永远也别知道 确实 真理这种东西 当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要不咱们上哪弄这么便宜的银币去 站在一旁的情报人员笑着也娱乐剧 一旁的同事攥紧了拳头 盯着电脑屏幕鼓劲加油 快买啊 妈的 这交易量怎么死活上不去 8美元1银币都不卖吗 坐在电脑前的交易员神色凝重 分析道 恐怕不是价格的问题 持有美元和加密货币账户的玩家占比太少了 外汇交易存在一定的门槛 很多人搞不好是怕麻烦 干脆把不常用的币种给筛掉了 不止如此 一些密集的小单明显不像是玩家行为 更像是没有直接参与游戏的投机客 换而言之 那些1000银币以上的大单我们根本没吃到 银币交易平台并不只有玩家能参与 云玩家不但一样能交易 甚至还能通过协议代持的方式 间接参与游戏中的投资 之前银币交易平台刚出来的时候 不少人炖了一堆银币 现在突然有人大量收 这些搞不清状况的散户们立刻套现离场了 多亏了这些人贡献的便宜筹码 真正的拍卖会在三天之后 越是到后面 竞争越白热化 银币的价格恐怕会更夸张 站在旁边的情报人员神色凝重道 咱们还得想办法搞个资金来源干净的 RMB账户 妈的 咋这么麻烦 飞客忍不住踢了桌子一脚 发客 有一件事 飞客的同事确实猜对了 目前在银币交易平台上卖出的账户 确实大多是云玩家的 至于玩家们为何没参与进来 倒不完全是因为账户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 大家这会儿正忙着刮奖 根本没注意到那快去 不少积分大户直接十个一百连抽 电脑屏幕上满屏闪烁着金光 每个奖品都有对应的卡片 就算跳过开奖动画 把每个奖品过目一遍 也得花不少时间了 更不要说抽到大奖截图去论坛上炫耀 或者抽到了垃圾去小群里骂狗策划了 封测玩家交流板块 不少人已经截图发了贴 开始和大伙们分享中奖的喜悦了 等等 军火大礼包是什么鬼 你们谁抽到了 介绍上说 是数额不等的武器物资 可以用于和其他NPC势力交易 也可以卖给萌新或者自己用 这其实就是战利品吧 道理我都懂 可为什么抽了一次奖 还要再抽一次 我也抽到了 一把开堂者步枪 这是什么俄罗斯套娃啊 哈哈哈哈 老子抽到了十把 牛逼 开堂者步枪是军团炮灰的制式武器 特点是枪管又长又硬 挂上刺刀总长将近两米 这东西在论坛上还有个名字 叫咸鱼突刺 这装备除了绳子弹 步卡壳之外 基本上没有别的优点 真在战壕里拼刺刀 反而是LD-47 这种设计相对紧凑的突击步枪更趁手 长兵器未必好使 不过由于数量足够多 导致开堂者步枪的子弹 远比企业的黑天鹅好找 因此这武器在不少幸存者聚集地都很受欢迎 毕竟自动步枪 不是所有幸存者聚集地都能大规模列装的 把这些军火在新联盟虽然卖不出什么价格 但如果拖到原点的幸存者聚集地去卖 再把当地的特产拖回新联盟 应该能赚不少钱 总的来说 这个军火大礼包比起安慰奖还是要好很多的 当然了 狗策划整出来的新花样只是个开胃菜 玩家们真正关注的还是奖励池中的投奖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欧皇 但能吸一吸欧气也好 封策嘛 主要以测试为主 装备少了点也是正常的 等攻策了 大家迟早都能玩上的 在万众瞩目之下 本届资料片抽奖活动的第一位欧皇终于诞生了 泉水指挥官 卧槽 毁灭者 I 行外骨骼 背后携带有一门120毫米口径迫击炮 卧槽 这装被吊爆了 大概是被兴奋冲昏了头脑 泉水老兄这次忘记了低调 光是装逼没完 还把截图和获奖感言一起贴了上去 和大伙们分享了成为欧皇的喜悦 然而 大家并没有喜悦 铁子瞬间炸了 边缘滑水 卧槽 怎么特么又是你 峡谷在桃岩鼠 狗约的欧皇 去死吧 戒烟 黑幕 绝必是黑幕 泉水指挥官 黑幕个锤子啊 我特么12万分 凭什么抽不中 1200连抽啊兄弟 然而这个说法显然没法服中 咸鱼们可不管那么多 白银之爹 土了 这老狗必都能12万分 为啥我他妈才3万 捡垃圾99级 呜呜呜 没天理了 桂球策划大大销一刀吧 隔壁老王 支持 举双手支持 泉水指挥官盾石荒了神 连忙删了贴 但已经来不及了 装备的截图在官网上传的到处都是 根据截图上展示的信息 毁灭者 I型外骨骼比六式重骑兵外骨骼体积还要大一圈 简直快赶上动力装甲了 和六式外骨骼不同的是 毁灭者 I型的护甲 侧重点并不在于对轻武器的防护 而是更侧重于对爆炸破片以及冲击波的防护 具体表现在 该外骨骼的装甲内侧填充有一层很厚的缓冲材料 因此看起来相当臃肿 背后的120毫米迫击炮在部署时需要像助跑一样双手撑地 且不能移动 由于配备有自动装填系统 因此理论上只要炮弹充足 只需部署一台 便可在短时间内向目标区域投射大量火力 相当于能开进小巷子里的全地形自行迫击炮 堪称像战神器 不过 由于该装备过于笨重 化学能电池体积臃肿 且弹药价外置 因此不适合正面战场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东西浑身上下都是破绽 被人贴脸了会相当尴尬 风暴兵团的玩家们纷纷表示 让这老狗币拿到这种狗币装备 怕是的狗出一片天际 不过有一说一 能在进攻之前来一轮近距离火力支援 倒也是极好的 奖励池中的新装备不止这一件 这次游戏官方准备的投奖足足有十个 而且其中一半都是之前没出现过的 至于那个背着迫击炮的外骨骼 倒也不能算是最牛逼的 毕竟这种装备只在特定情形下好用 而且弹药也是个问题 真要说综合战斗力 还不一定比武士清奇兵好使 等离子刀 牛逼 老子这就转职原力武士 磁力弹弓 这东西有毛用 打鸟吗 便携式飞行背包 不懂就问 这是打算让我上天给人当靶子吗 哈哈哈哈 你可以跟楼上那哥们商量一下 你当鸟 学校电脑的机房 浏览着官网论坛上的帖子 叶伟羡慕得不行 干 他也攒了十几万积分 怎么就是抽不中 SSSR 绝必是被狗策划平衡了 不过其实也无所谓了 人不能太贪心 他在资料片中的收益 远远不止那点积分 就算真的是被平衡了 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新地图黎明城的建设刚刚开 牛马专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年底去了 现在正在疯狂扩产 不只是砖头 还有水泥 都在他们的业务范畴之内 虽然最近曙光城也冒出来不少抢生意的竞争对手 但在规模上和他们这种避难所控股的企业根本没法比 从封测玩家的板块切出去 叶伟逛了一会儿闲话板块 想看看云玩家们都在聊什么 结果看到第一个帖子 他就笑了 银币涨价了 开什么玩笑呢 银价不是没有涨过 但一般都是资料片或者新玩法刚上线的时候涨 怎么也不可能在资料片结束的时候涨 资料片刚刚结算剩下的收益 这会儿大家都里都塞满了银币 暂时又没换装备的需求 就算是土豪也不会在这时候课金 根本没有意义 更不要说之前几场战役 资料片疯狂撒钱 几个狗大户天天出货改善生活 前几天银币的成交价都要跌到个位数了 呵呵 也倒要看看能涨到哪去 出于好奇 叶伟随手点开银币交易平台看了一眼 这一看不要紧 他当场愣住了 卧槽 8美元1银币 他反复确认了几遍 挂在上面的是买单 不是卖单 而且还不止一个 整整10个买单 每个买单10万银币 以1美元的差价排成了一列 排在最上面的已经成交了40% 挂7美元的和6美元的买单还没开始成交 毕竟挂牌价最高的买单还没被吃完 不只是美元 R M B 欧元 还有其他货币的买单也挂在上面 出价一个比一个离谱 仿佛一夜之间 又回到了银币交易平台刚刚上线那会儿 这些人疯了吗 看着那52RMB的挂单 叶维感觉心跳加速 握着鼠标的手心渗出了汗水 他的第一反应是趁现在砸盘 趁现在赶紧出货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 不过 这个念头仅仅在脑海中停留了半分钟 他便冷静了下来 这事儿有点蹊跷 整个交易平台上完全被买单封死了 连一个卖单都看不到 到底是谁在撒钱 深呼吸了一口气 叶伟克制住出货的冲动 抓起桌上的手机 手指光速敲击屏幕 给牛马群的兄弟们发了条消息过去 快 看银币交易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